而镜头回到花莲 花莲县议会财政小组近日是进行了 回南国际文教会馆扩建 整建即营运移转ROT案的考察 了解目前业者遭遇的困境 也希望在观光条例当中 事业主管机关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 能够协助目前经营的业者 在法令限制上有所突破 进行条例的修正 让业者得以申请旅馆业登记证 才能够突破经营的困境 位于在花莲县收封箱的 回南国际文教会馆 104年进行ROT之后 营运遭到诸多的困难 近日在花莲县议会财政小组 召集人黄鑫的带领之下 听取了教育处以及业者的简报 我们跟厂商签约 有一个小差距 就是在领红100年 如果不改好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家厂商 但是后续签约之后 又有领约正披护解约 所以等到102年 才跟现在的厂商 再定约 复利与贴政 再定约 那约的部分 就是直接走20年 一直到122年 所以迄今 只剩下差不多10年的时间 这个部分 使用分区 这个地方呢 就是 花东 花东重谷风景区 跟以及我们沿岸 还是一线的 所以这边的使用分区是风景区的特别 外科业者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取得旅馆的东西 就是这边卡的问题 比较大 回来国际雲教会管 扩建 整建 即营运移转ROT案 目前业者在经营上遭遇到 注客的条件限制 20年的ROT合约 已剩下10年的经营权 当初的订定合约内容 已不符合 实际的营运条件 在财政小组的了解之后 也希望公共建务管理机关 华林县政府交易处 可以协助业者进行 事业主管机关 华林县政府 光流处 在法令的限制上进行解套 一起发生之后 不刻意再来 现在中央对相关的开放政策 到现在 我们真的开放 能够让报告业者 更好的未来 我相信时空的感觉 会将开展时的机会 财政小组 例如将开展时的机会 我们看到 大概有提供管理方面 有这么好的地方 是不是要 一既然有提供 我们让他能够 能够做相当的一名 我知道在一起期间 我也能够做了 我原来跟我讲 他要替我的宣导 只要是 我需要的话 建策证就超好 很棒 我一直在去看外面 没有进到外面 这样看来 将来 就要验子我们辛苦的经历 一直撐着 我也希望现在 我们要开 相关的作业的部分 应该联绎 然后最后应该的经历 使用便利的部分 利用的部分 可以让他完成 目前业者还有十年的经营权 是否能够取得旅馆业的登记 在事业主管机关 花莲县政府 光流出的 在观光条列上 影响着业者 未来的经营发展 记者林杰 松枫香彩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